通跑路灯没辆 两副过马路遭休旅车撞死 当车内还传来聊天生时 车祸就发生了 驾驶还来不及刹车 直接将两人撞飞 其中一人还飞到对象 撞上另一辆车子 被撞飞的是两人 被撞飞的是两名70多岁的妇人 两人都伤重不至身亡 这起车祸是25号晚上6点多 发生在嘉义部带的东港里 不久前这里才撞路灯 但没几天就故障 住在这里的两名妇人 热心去跟包商反应 没想到两人要回家时 违规穿越马路 竟遇上死亡车祸 赵氏的驾驶是27岁的郭姓男子 他坦诚有超速 再加上天色昏暗 警方也在车会现场 临时加装警示灯 提醒驾驶注意 除了这两名妇人外 当地民众也陆续反应路灯故障 动新闻 嘉义报道